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起床了没有 爹 爹 起床吧 爹 爹 起床了 不可能吧 又走了 十八年前就甩了我一次 十八年后又甩掉我 明明知道五眉师伯难缠 不行 趁师伯没起床之前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能跑多远 跑多远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师姐 师姐早 早 这么早就起来了 你这么早就做饭了 吃过早点没有 没有 我去做运动 别急 我特别摘了新鲜蔬菜 帮你做早点 不用了 真的谢谢你了 要不这样吧 你先做好的饭 等我回来以后再吃了 好 快去吧 好 师伯 师伯 咱们倒想去哪儿 我正想找你 跟我进来 师伯 我吃错了东西 那个大夫跟我说 我不能够说太多的话 也不能够念经 要不然会变成哑巴的 谁叫你念经 有些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是吗 那是什么 五十后的人常说 武学境界 无穷无尽 自从我创出梅花庄之后 我才真真正正体验了这句话 师伯 你的梅花庄真是独步古经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区区一个庄法 没资格称得上独步古经 不过 如果我继续钻研下去 可能真的有一天 让我想出了 可以流传后世的武功 当然了 一定会流传千秋万世 旷古力经 你看 又能和又能张 如果加以改良的话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兵器 我正在想 是不是应该创造武功 来配合剪刀呢 一来 可以更加发挥剪刀的功能 二来呢 如果被敌人夺去了 也不用担心 弄一套剪子弓出来 哇 这个难度好高 我想了一夜 还想不出头绪 所以想问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 你平常主意最多 有很多点子 我问你又说不出来 秋花 你在干嘛 这一招叫做剪刀脚 行不行啊 哎呀 怎么会怎么会有这么难看的武功啊 师伯呀 哎 哎 秋花呀 在武功秀位上呢 是绝对比不上师伯您的 师伯啊 你是真有本事 眨下眼睛就能想到新招了 那倒是 哎 应该早知道 问你也是白问的 算了 你出去吧 哎 还有啊 这几天呢 我要全心苦思 所以没什么重要的事啊 就别打扰我了 师伯啊 您放心 秋花一定不会打扰你的 你的声音怎么不哑了 跟师伯一学话呢 秋花什么病都好啦 师伯啊 您还是快点研究您的戒子功吧 不打扰您了 人心贵乎无求 只要心能安 易能静 就很容易进入到入定之境 苗师弟啊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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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啊 昨天晚上很晚才睡吗 不是啊 我没有打盹啊 我才入定啊 老娜正想跟你谈谈佛礼 师兄啊 不用了啦 好久不见 怎么一见面就谈佛礼呢 不如师兄弟俩 闲话家常不是更好吗 所谓清清脆煮 谈佛礼既是真乳 玉玉黄花 无非般若 闲话家常之中 也可以有大道理 直观打坐 忠为妙物 要得妙物必须破棺 才一句话头必得开悟 我这么说师弟应该明白吧 我对天发誓 我描写 我终身不在踏足智山师兄的禅房 卢为子 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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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请前辈指点 你们也用不着这么客气了 其实呢 至善方丈是我师兄 那就是说我是你们的师叔 不是不是不是 说不定是师叔组的 想我描写从前行走江湖的时候呢 哇 师叔啊 光说不练嘴吧 是 请教教我们多多指点啊 你最着急是吧 来 你先来 嘿 师傅 你听 一大清早就能练棍 好用功啊 真是如此可教 师弟 不得妄语 提练武功 修心念火 是我们的分内试 一二三 三二一 一二三四 五六七 一 跳进来 又跳出去 照着我所教你的 停着 你那算什么 狗是夹地板跑的 你怎么夹着腿来跳呢 你眼睛长到屁股了 还是屁股挡住眼睛了 再来 一二三 三二一 一二三四 停 混账 师叔 你们这算什么 你没看见他练棍呢 练什么棍 这根明明是棍 难道是蛇啊 看谁 简直是胡闹 这是谁出的主意 是我 这么难想到的招式 当然是我才能想到的 这个就是基梅花装法之后 又一句线啊 是锻炼马步心法功力的 这个就叫做了解困阵啊 哼 我看你是祭方式玉之后 另一个魔王 搞得他们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方式玉就是方式玉 什么魔鬼啊 少林棍法 把你弄得一刹糊涂 成何体统 再说 这里是棍僧练武的地方 你敢来闯入僧寺 我们不是少林弟子吗 谁说我们擅自闯入了 你们只是刚入门的俗家弟子 有什么备份啊 那我够不够备份啊 不要以为自己高大就备份高啊 哼 你为老不尊 我是为老 你是不尊的 知山方丈啊 也要叫我生师弟 你啊 拿着算盘的 劈里啪啦劈里啪啦 横算数算 最多算是个小小师弟 还有啊 按照少林四规 如果尊备不分 该当何罪 该当罚去戏马桶 反了 你们都反了 阿弥陀佛 师叔啊 千万别气 千万别生气 一生气就犯了称戒 哎呀 瞧你的德行 根本不像和尚 像贼 算了 再说也是多余的了 归根究底 你也要叫我生师兄 叫啊 叫师兄 叫师兄啊 叫啊 怎么了 世玉啊 世玉呢 在这儿 你干什么 没事 给你行个五体投地大理 服了你了 老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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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 也得叫我一声师兄啊 姚曹 我 走 你 也应该叫我一声师兄啊 你 更应该叫我一声师兄啊 哎呀 你 你这个小人呐 怎么说你也是智能的人呐 全敢吃你打碗了 你这里狗玩吧 这里狗玩 哎呀 这里狗玩 好吧 你这位师兄真会找靠山啊 现在好了 有外公坐镇 智能师叔还不 就任不能求死不得 哇 你这小子一番脸这么狠啊 挺舒服 舒服 最坏的就是 门口那些和尚了 把酒拿走 我把它喝完它 哇 尸尬 呜尾 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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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诶 谢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而被吓坏了 原来想把方世玉赶走不用印来 弄得他头大如抖就会知能而退了 花姐 花姐 你真要走 你外公都走了 你走了个爹吗 还有儿子啊 我还有个老公呢 不用回去见他了吗 万一他想我想的相似成平那怎么办呢 师姐 小师妹 我做了几个馒头 给你路上吃 还是你关心我 你手怎么了 全都红了 刚才不小心 被热气烫着了 服药吗 我帮你找药 不用了 没什么大碍 也不会很痛 下次小心 不走了 为什么 一定有原因 老老实实告诉我 我哪里不老实了 我忽然间觉得这里大有仙气 地灵人节 我决定在这儿长住不走 那你不用管德哥了 我就是想带点仙气回去传给他 对了 我忽然觉得肚子好饿 小师妹 麻烦你帮我把馒头给热一下吧 你别叫人家做事了 馒头明明是热的 比我的屁股还要热的 麻烦你了 不要紧 我再拿进去热一热 好 麻烦你了 不客气 谢谢你 谢谢你 看什么 你的臭小子一定是看中了他了 胡说 我还看中了你呢 什么胡说呀 坦白点吧 我很坦白 很坦白 老实点哪 我很老实 我很老实 说吧 说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一样 那你就去问他呀 不问啊不问 男为情啊不问 你干个女人一样嘛 看他这回非得我亲自出马了 摆平他 你别把事情给搞砸就已经不错了 上次让你去找永春 结果闹得跟他结了姐妹 我不想再多一个干阿姨 知道了 不要干阿姨了 是要个小情人嘛 娘知道的 不错 不错 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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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摄影 干嘛那么大声 我欠你钱哪 不是 这能师叔有令 要你马上回寺 方摄影 我想清楚了 我发觉以前那么骂你 是我不对 我是不是听错了 你说你自己不对 是 虽然这是为您好 但是这样并不是个办法 我应该带领你悟道 悟什么道啊 站着 正因为你不懂的什么是悟道 你我之间才会有这么多冲突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我自己每天花五个时辰 亲自向你讲佛经 然后再用五个时辰 你自己念佛经 每天多少个时辰 我不用吃饭 不用睡觉 不用练功吗 要 当然要了 还有两个时辰嘛 两个时辰你可以全都练功 两个时辰也可以全都睡觉 总之两个时辰之内 你把事情全做完那就行了 我懒得理你 站住 本座已经决定了 为了导你向善 我已向方丈师兄禀告过 从今天开始 你就在这儿进修 任何人都不许见 任何人都不许见 那不就等于坐牢吗 不是坐牢 是坐禅 坐禅不就等于坐牢 闭嘴 总之你要在这儿全心进修 我随时会来看你的 看我 我看是今天是我吧 看看这个吧 这个挺好的 师姐 这个 这个也挺好的 不行了 太软了 太软了 这个倒不错 不会很软 又不会很硬 睡起来 又不会落枕的 那就要这个吧 太娘 给你钱 谢谢啊 是我买呀 为什么你给钱呢 都一样嘛 还是你对我好 如果啊 世余有你对我一半好的话 就好了 不会啊 世余对你也很好啊 我总觉得呢 他对你比较好 怎么会呢 世余对每个人都这么好 他根本就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你真的觉得他很好吗 除了师父跟三度师兄之外 就属他对我最好了 那就是说啊 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他呀 如果要你跟世余一辈子都在一起 你愿不愿意啊 他人这么好 当然愿意了 而且跟他在一起啊 一定不会闷的 干什么 有钱赚呢 他们看你陌生 所以好奇嘛 没事的 帮我们走 你们都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没有 你们知道 哎 这怎么可以啊 晓晓他明明已经 嘘 小声点 嗨 小声有什么用啊 只可抱不住火啊 这方世余可真过他巧的 哎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情啊 要是让五眉师太知道了 那可不得了了 对啊 对啊 一点没错 真想不到啊 智能师叔这么毒 竟然出了软定世余这一招啊 现在世余一天有八个时辰都困在禅房里面 除了去茅塞之外 哪里都不许去 我们又不能去看他 现在世余深陷险境围在旦夕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救出来 是啊 现在是你们一展所长的时候了 怎么样 有什么计策啊 我看跟师傅说吧 不行 智能师叔一定有他的理由 而方丈也会听他说的话 像这能下战术啊 如果他输了 就把声誉交出来 好啊 好啊 那谁去跟他打呢 你们两个 哎 哎 我们偷偷放一把火 把禅房烧了 这样不就能把世余救出来了吗 说得到容易 少林寺里共有一百三十六间禅房 楠楠想把它们全烧了 不用了 儿子 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能逃出来的 没有逃出来啊 我去茅塞出来 顺便拐个弯见见你们 指望你们救我早就死了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 不用了 这回我决定跟正能斗到底 哎 哎 儿子 难道你被困了半天就变傻了吗 就是因为困了半天才让我想通了 这回那个智能呢 要我日夜参禅念经 目的只有一个 是希望逼得我忍无可忍 自动投降 离开少林 如果我跟他斗下去 他随时可以再加一条明文不灵 教而不善的死罪 到时候他一样可以有很多理由把我赶走 所以我决定这次不中计 跟他慢慢玩 看看谁输 我是怕你闷死啊 闷是闷了一点了 没那么容易输的 我可是方是欲嘛 那以后呢 我念完经 做完禅 大概是此时左右 你们安排好节目等我回来 要不然闷死我了 你一定是帮你安排的 方世音 你不是上茅厕吗 是啊是啊 怎么跑这儿来了 因为我节手比人家快嘛 马上回去 帮我照顾晓晓 我一定带晓晓去看你 方世音 阿弥陀佛 嗯 各位兄弟 开会 来 我们呢 一定要想办法 救救世音 让他可以给他禅房 而且还神不知鬼不去的 世音不是被智能师叔困在禅房里送金吗 他找我干什么 帮他念经啊 念经 瞧瞧 三能师兄 我正在找你呢 真不是时候啊 什么事啊 哦 我要整理粮仓 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对不起啊 我们现在要去找世音 等一下 智能师叔罚世音今天 不准踏出禅房半部 你们怎么见得到他呢 哎 不是说吃完午饭之后 有半个时辰的自由活动吗 现在刚好吃完饭呢 因为世音今天送金不够专心 所以智能师叔呢 罚他今天不准吃午饭 半个时辰的自由活动也取消了 真的 真的啊 算了师姐 世音有时候是顽皮了一点 也该是让他修身养性的时候了 师兄我去帮你 小师妹 习惯他跟我说呢 这两天呢 世音他没有胃口 你能熬点粥给他吃吧 他的胃口好得很 我刚出来的时候 才看他吞了两碗白米饭 刚才你不是说罚他不许吃饭的吗 小小 我们走吧 小小 我们走吧 嗯 用什么约我在这儿呢 见面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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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牛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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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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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 我三等奶出家人 出家人也是人 昨天你撒谎骗我 说什么世玉她被罚 又说世玉不许见人 其实你是不希望世玉跟小小见面 我 我的确是不希望小小跟世玉见面 他们两个见面关你个 什么事啊 你究竟什么企图啊 我是为世玉着想 你不要再吞吞吐吐的 说这些什么佛经呢我告诉你 我不明白 小小未必是世玉的龟宿啊 我是怕世玉 情根错重 恨海南田啊 你在干什么 我再问老天爷 究竟小小她 是不是胜于的龟宿呢 我啊 十八年前 我想的没有想过我苗碎花 会嫁给一个手无伏机之里 像块木头不苟眼下的老公方德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儿子都有了 我们父亲两个不知道多么的幸福啊 什么叫龟宿 龟宿是有天定的吗 龟宿是有你来安排的吗 你是老几啊 你呀 你有没有想过当初你会当和尚呢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点和尚袍是你的龟宿呢 我现在呢 只知道老天爷安排了世玉跟小小两个人认识了 而且呢 他们两个互相对对方非常有好感 你这么做算不算是逆天而行呢 佛祖 三德是做错了 还是做对了 这招行不行啊 有什么不行的 我想了一个晚上才想到这条偷龙转凤的绝世桥段 拿着 这是什么偷龙转凤的桥段 既然是你想出来的 为什么你不来我来啊 你听我说 偷龙转凤之际再一个转字 你 世玉 我 我吃完饭再来接你啊 快呀 这叫什么绝世桥段 谁叫我们是兄弟啊 只要世玉跟你姑娘多开心的在一起 没办法了 正是智能唐朗不差啊 方氏越有红西关无会前 三着红雀在后 只能要挑战方氏 方氏也要挑战智能啊 那你说谁会赢呢 你说呢 我自由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你 开心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当然啦 可以跟你在一起啊 喂 你真的 一辈子跟我 你说什么 我说 晓晓 大婶 生意好吗 还好 还好 老板娘 我要这个 我们先走了 不妨碍你做生意 对了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我是说 不如 找烟酒馆坐下来慢慢说 也好 反正我也累了 不过你只有半个时辰 还能坐下来慢慢说吗 放心 方氏欲有的是兄弟 我已经布下了偷龙转凤之计 好好的一个佛门亲近地 就快让你变成游乐场了 最好玩的游乐场 如果没有了林小小也变坟场 不好玩 其实我今天在这 怎么了 腿好像扭伤了 喂 你会武功的 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扭伤了呢 想趁机让我背你对不对 你还笑我 那是因为我的腿累得不得了 所以才会 怎么会这么累啊 你干什么了 每天都要上山下山 哪能不累呢 就拿昨天来说 我买完东西回到梅花盛进 才想起来忘了给师傅买浮沉 所以又要跑下山来买 买了之后又要跑回去 那不要走 不要走 背你 你第二次背我了 不止 还要背你一辈子 什么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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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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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 herb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事运 事运 快醒醒 天快黑了还睡 别睡了 就是因为天快黑了 才睡得香吗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在装我吗 跪前接我的班 智能师叔就快回来了 快点回去吧 不行啊 五眉师伯走火入魔 成功了 难道真让你想出剪刀工 不是 是这张轻便的开合椅 这张轻便的开合椅 可以开 还可以乖 它的原理就跟剪刀一样 你们看 体积小 期待方便 外形美观 得体 小小 以后你就带着他 上山下山 到那里之后 就坐下 休息一下 谢谢师傅 小小 换 来 试试看 试试看 来 不过师傅他好像 那其实呢 在杭州啊 不知道有多少男子 比你英俊 比你有钱 文才呢 又比你好 嘴巴呢 也比你甜 但是永春呢 他一个都不要 他呀 非要 等等 等等等等 等你回去 你说吧 我这个干姐姐看的 心都痛了呀 她每天都追着我问 习官 习官 习官什么时候回来呀 你说吧 我怎么回答他呢 啊 依我说呢 成亲跟学武功啊 那是两回事情 但也是一回事情 成了亲呢 也可以练武功啊 练武之人 也可以成亲的呀 不许 其实呢 你不要怪我多事啊 我很早就想问问你了 但是我知道 很难从你的嘴里 问出什么来的 不过呢 我觉得 应该是问问你的时候了 当然可以 也不过是 什么事情 我找到了 我还没说过呢 没有 我还没说过呢 没说过呢 我找到了 我还没说过呢 我没说过呢 你说 可不得呢 我还没说过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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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什么事啊 外面有一个叫严永春的 熊八八的要见你 不用来找西观呢 是什么人 那是他娘 还是想好的 不许瞎说 西观不是这种人 师兄 您知道吗 你还不知道 整个少林寺都知道了 什么 外面来了很多女人 来找西观算账的 红西观是掌柜的 那就是钱嘛 这笨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什么事啊 是 是 但是不妙了 是不是这能师叔死了 没没 外面来了很多女人 说要找西观算账啊 什么 还有挺着大肚子的 说要为孩子改个名字 不可能啊 我那个干阿姨在杭州啊 还有一些要饭的 呼天抢地 岂有此理 这个该死的红西观 把蹦 红西观呢 师主 红西观说她不会出来 请师主回去 红西观 你给我出来 西观 你别这样 人家永春姑娘千里迢迢 万里寻覆地来找你 对你一片情深 你就见一见她吧 算我求求你行不行啊 慧琴 你不要逼我 红西观 你对得起我的干阿姨啊 难怪每一次我问你 你都一一哦哦的 原来你在外面胡搞瞎搞 有那么多女人 什么很多女人 对啊 什么很多女人 你不用提她说话 外面那堆是什么 哎 不就一个人永春吗 永春来了吗 对啊 永春来找她 她不肯见她 我正劝她呢 跟我走 我不去 她千辛万苦从杭州找到这儿 怎么你也要出去见她一见呢 没用的 我刚才不可能嘛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也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先给我出去 总之如果有什么事 我们三兄弟一起承担 听见没有 以永春的脾气 如果你不去见她 她肯定会在门口站一辈子 你想这样吗 你不去 师主 红西关既然不肯相见 你也请回吧 别为难我们 滚开 爬不出来 我就进去 师主 何必强人所难呢 还是请回吧 我颜永春 见不到红西关 事不罢休 神中 杀仲 杀仲 閒 两位师兄 对不起 你终于肯出来见我 少林寺是佛门之地 今日一见 有什么话尽管说出 吃完之后 就马上回杭州 为什么 为什么你来到少林寺 也不跟我说一声 为什么让我一直以为 你去了广州 为什么让我在杭州 苦苦地等 你知道 我在杭州 真的很痛苦 日子很难熬 你为什么要骗我